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锅热热的糖汁子掺进水里 浇黄一汤 可任他在其中搅天动地 那热度和甘甜 他却一点都感觉不到 既然仙人这么厉害 那么想必一定知道我费尽千辛万苦来寻你是为何 薛阳对着暴山散人阴阴一笑 惨白的脸上更显诡异 不错 你想借我之力修复小心沉住他重生于世 从前只是修复魂魄 收效甚微 我并非不知道有法子可为 只是暴山散人显腻了薛阳一眼 继续悠悠道 只是 有谁会甘愿为此献舍 献舍就是为无限复生使的那个招数 薛阳嘴角依然挂着笑 不经意间看了蓝湛一眼 又壮四满不在乎说道 这个太简单了吧 只要值得 大街上的青壮年男子拉过来一个不救世了 薛阳轻飘飘这么一说 是因为在他心里 凡夫俗子的一条性命如何比得过 小心沉的存在更有价值 这种牺牲自然是大大的值得 甚至是那个凡人的荣幸 可是他也知道 献舍之事并不是这么简单 果然很快 暴山散人摆了他一句道 如你妄言 大街上随便拉一个过来 岂不是个个都能修仙 此献舍之术与魏无限当日重生之术不同 当日他魂魄上权 莫玄宇又是心甘情愿 可谓一拍即合 今日小星辰的情形 魂魄领诺不堪 修复起来已是极为困难 若要为小星辰献舍 那个献舍之人不但要心甘情愿 且那人的魂魄必要做出一些补偿 暴山散人又在看了薛阳一眼 意味深长 何为补偿 薛阳警觉道 暴山散人略略沉吟了一下 说了八个字道 历变苦痛 灰飞烟灭 献舍之人要先将复活之人生前所受的苦痛 全都经历一遍 然后化身为灰 身体灵魂都将不复存在 薛阳一正 莫玄宇为怡灵老祖献舍 虽然心智魂魄权归了魏无限 但好歹保留了灵力和身体 而这位小星辰献舍之人 不但苦痛非常 自身还要化整为零七七飞散 薛阳玄疾装傻充愣道 我说这位神仙 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 我关心的只是小星辰如何复活 寻遍天下的法子 也就你这里还有一丝希望 你跟我说这些什么献舍啊献祭的 我可都不懂 暴山散人也不恼 嘴角微微一翘 笑着道 只给你的名录你不肯走 那你来找我做什么 难道就没有更好的法子可用 你久居此处一百多年 连这么玄妙的反转暗门都能想得出来 更何况只是一个魂灵 什么药草符咒修行啊 难道就无一样可用 薛阳不死心 继续问道 鬼 也可以献舍 蓝站在旁边静静听了半嗓 终于完全明白为何薛阳会在此处 一个在寻抱山散人救人还魂 一个却一直在等君入吻 跨了仙界 跨了鬼界 缘分就是如此的莫名其妙 无可言说 只是 鬼也能献舍 蓝站对此依然不解 为何不能 他如今有修为 有心智 有魂魄 为何不能陷于旁人 抱山散人倒也坦诚 听蓝站这么一问 知他已经明了自己心思 便也开诚不公直言其身了 薛阳何尝不明 只是他心中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 五味杂陈须之不去 他性情本就因含乖利 从未做过如此大义之事 为了小心陈将自己的肉身 零食复之依据 值得骂 他反复问自己 却终未有结果 亮呛几步不知何处去 抱山散人见这情形 右手自衣袖中伸出 插那间抛出一张金光灵灵的网 口中念念有此间那网 便竟直飞过去照在了薛阳的身上 这今往又在瞬间化作几根绳索 将薛阳捆了个严严实实 随后 抱山散人从左手衣袖中 抖出一个白色的锦囊带 右手一挥 似在空中画了一个诺大的浮转 薛阳为急挣扎 便骤然间化作极小的一丢丢飞 深入了那锦囊带中 抱山散人不慌不忙将袋子口竖紧 搁置在身旁的一方小几支上 抱山散人又念了几个符咒 大声对着那锦囊带道 薛阳 你可听见 那小袋子狠狠地跳动了几下 若你想好了 只需跳三下 我便知晓 如你心愿 抱山散人又把声音提高了几分 小袋子又狠狠地跳动了几下 便再没了动静 若他一直都不肯 便又如何 蓝湛心存疑惑问道 你难道忘记了他都做了些什么 即便前世的事情不提 可是这几年他帮着聂青阳炼制走失 只怕你们那个江湖上已经显有干净之地 我若放他出去 又会变成好厉害的一把刀刃 有不轨之心的恶人使用 收在身边总归是没错的 何况 我可以逐步将他练化 近其灵魄 也是好诗一桩 抱山散人一副看透世事的神情 冷然对蓝湛道 蓝湛也甚是惊讶 抱山散人对江湖中士竟是如此了 然于凶 心境成名 叹服之余 又生了些疑问 于是拱手继续问道 敢问仙人前辈 既然洞察世事 知这世上痴魅王两横行 合不住我们一臂之力 将那些尸鬼和背后指使之人一并铲除 拯救百姓于水火 我曾历世 此生绝不踏出乌衣向半步 抱山散人一脸凛然道 自己能进来的 我处理了也罢 但要我出去 不可 我从前收了两个徒弟 山规清界 循规蹈矩教导他们出山 但结果都无一例外惨死世间 我却心有不甘 遂扩张地界 将附近有男之人都吸附了进来 他们都喊我师父 少了外界滋扰 这些人在此织布种田 安居乐业 也稍稍能弥补我的从前汉事 蓝湛想起带路的那个小姑娘 景仙人点拨 确实灵巧非凡 可是终止是一人之力 就算能拯救一片地界 那天下还有云云众生 又该当如何 你的事情 我知道 抱山散人突然悠悠地对蓝湛说道 蓝湛自然记得自己因何会坠入结界之中 想起端木英 心中扭结无状 神色再度难堪起来 你自己要力的结束 必然只能你自己去解 不过 我认为 当下 你更该先帮一帮魏无羡才是 我这个徒孙辈的年轻人 真真是让人操心 抱山散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蓝湛听到这名字 心中一慌 猛然道 魏英怎么了 请不吝点赞